女孩名叫吕耀男 25、26岁 创下近千万的产业 却因为爱情引发家庭风波 一个不被看好的男人 和一段不被看好的婚姻 吕耀男的生活变得急转直下 自己脚上泡自己脸的 就是自己承受吧 没法说 过去 到底是一段怎样的恋情 会闹到不念亲情的地步 吕耀男又是如何在人生低谷 与丈夫齐心协力 仅用两年在当地开创出 一个年销售额500多万元的新产业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支部经 在吉林省的临江市 有个名叫吕耀男的姑娘 25、26岁就创下了 近千万元的产业 但就是这么一个能干的姑娘 却因为一段不被看好的婚姻 生活变得急转直下 亲人还为此大打出手 觉得她看错了人 但仅仅两年的时间 夫妻俩开创了一个 年销售额500多万元的新事业 那么这个女孩到底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临江市的鸭绿江流域 鱼类资源丰富 每年秋季是沿江渔民最佳的捕捞期 这张网有七八十米长 在江水里放了一页 按说应该能够达到一两百斤鱼 可这一网却收获不大 哇 一个大鱼 这个什么鱼啊 炕头 连续数天的阴雨使气温骤降 多数鱼类游向更深的水域 补鱼量骤减了一半多 这可把这个名叫吕耀男的人给急坏了 旅游男现在每天需要三千多斤鲜鱼 他找来了一张鸭绿江上屈指可数的大网 足足有八百多米长 光把网放进水里 就要花费一两个小时 当天的气温在十摄氏度以下 这么冷的天儿放忙捕鱼 就连经验丰富的渔民心里也没有底 我说一六个小时吧 能捞多少鱼啊 这个可不好说 今天可没有准了 为啥 天气太凉了 天气变凉了 这个鱼都喝涉水走了 渔民的话让吕耀男的心里忐忑不安 坚持要等到旗网的一刻 今天可以 但是比前两天还是有两天多 前两天是两三千斤的 那够用吗 够用现在也挺好的了 今天就收获就不错了 前两天的话才打到二三百斤 这是多少 这个看上去再有五六百斤吧 如今鸭绿江里的野生鱼 牵动着吕耀男的心 最近赶上遍天 他顶着江边的寒风 亲自来渔民家收鱼 三年前 吕耀男经营着一家资产近千万元的公司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都是因为他爱上一个人 从此生活变得急转之下 甚至被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挺好 结果到现在越过越差 他朋友肯定在说 然后 哎呀 真的 没法说 过去 这里是位于临江市某繁华路段的一间店铺 吕耀男是这儿的老板 2010年的一天 一位中年女人突然冲了起来 二话不说 揪起吕耀男就打 挨了打不说 紧接着就是一顿臭骂 标货 什么小标的 你这傻到什么程度了 我给你打醒你 就是想把我打醒 让我直到直到 这是以后生活 逼我打你还厉害 当时店铺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吕耀男瞬间成为街坊议论的焦点 这件事过后 我就在这消失了能够一个月 就基本上不来店里 就觉得 我一来整个街的人 我都觉得在看我 让吕耀男颜面扫地的是她的亲姑姑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姑姑为何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侄女大打出手 原来这都是因为吕耀男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你说俺家的姑娘 俺家平俺家的条件 根本运不着找个那样的 那就看成了怎么办 吕耀男在临江小有名气 大学毕业就创业 五年创下近千万元家业 采访期间 吕耀男带记者去了一个地方 这有多久没开了 再有个两三个月了 这个里面是我们家的藏宝洞啊 我当年起家就靠它了 让记者意外的是 这扇财富大门的里面 竟然别有洞天 让你看看我们家宝贝 怎么了 这里是没有电的 来 慢点啊 小心 别碰头啊 来 这有多深啊 这有四十多米吧 山洞并不宽 还摆着一排这样的缸 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 记录了我的青春啊 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做 一直做到我三十多 十几年 我的心血 我的宝贝都在这 山洞里湿度很大 吕耀男的宝贝上面 积满了水 来 您瞅瞅啊 来 酒 对 你看看 这是我们09年的 这刚是09年的 09年的 对 来 这有多少多 五三 肚子还是可以的 来吧 太敢试呀 可以试试吗 来 吕耀男 啊 吕耀男的酒厂越做越大 伴随着一次次的爆珠声 吕耀男拥有了令同龄人羡慕的财富 他的人生 可谓一帮风顺 转眼 吕耀男 到了二十七八岁 一个名叫老范的男人出现 让他迅速坠入了爱河 从此吕耀男家里蜂窝不断 他的人生也变得急转直下 他就是老范 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时既没存款也没房 凭这样的条件 能把吕耀男追到手 大家觉得一定花尽心思 但吕耀男告诉记者 其实四个小菜就把他征服了 当时吕耀男忙于事业 吃饭除了在酒桌应酬外 几乎就是泡面 有一天老范正好撞见 吕耀男吃泡面 怎么吃着这样 我说我这条件挺好 我说我还在这里放个鸡蛋来 然后他就 他就看看上了菜店一趟 然后回来了 做了四个小菜 然后晚上吧 就是陪我吃了顿饭 这个时候头一次觉得 原来自己两个人吃饭 还能吃四个菜 就是觉得这种生活从来没有 就特别家庭式的生活 基本上我没太有 我父母原来也是很忙 也没有时间给我做菜 四个小菜 吕耀男就要一身相许 大家对这段恋情众说纷纭 也是觉得他可能是 吐吕耀男的钱 然后觉得吕耀男条件好 想要再遇见一个像吕耀男这样 这女人是不可能的了 一定要抓住吕耀男 觉得太有心机了 说吕耀男有产业有钱了 那少分多多少年呢 吕耀男当时有车有房了 本来母亲就嫌老饭是二婚 再加上外邻的风言风语 心里更犯嘀咕了 说什么都不答应这门婚事 但都无息于事 吕耀男的咕咕气不过 才棒打鸳鸯 但结果却弄巧成拙 这小姑和她打了 我的心 好像是发了个歌 怕她出事 所以说我一下就同意了 2010年 吕耀男嫁给了老范 而她的婚后生活 果然被大家说中 一落千丈 就连一向赚钱的酒厂 也一天不如一天 吕耀男的经济亮起红灯 甚至卖掉房子 一家四口 挤到了这间 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 我和儿的是在那 那个老范和姑娘睡在地上 把这一铺开 这个窗户其实是不同到外边的 是不同到外边的 就是开开以后 就是没有风 整个屋都是暗的 都是暗的 就整个看上去 就每天早上起来 都像黄昏 特别暗 这个里面是特别暗的 房间中日不见阳光 又要睡在地上 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 身上骑马了湿疹 昼夜哭闹 想起那段日子 与要男的心里很难过 没事 想到什么呢 四个人一起的 就屋里其实 就跟个仓户似的 那时候 现在看都挺好的了 收拾了 收拾了 搬走了 来 别拍 吕耀男的生活 遗落千丈 朋友们更加觉得 他嫁错了人 都为他日后 也把汗 自己脚上的泡 自己脸的 就是说 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承受吧 傻孩子 房子卖的 那都给老范儿花了 这孩子给人心跳了 这老范儿 他有所谓的 他就被爱情重昏头脑了 我们也挺 替他捏瓦汗的 当时 外界对老范 有很多偏见 老范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并不是说 哎呀 又有旅要男了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了 而是做的更多了 2010年 当地的白酒市场 发生变化 旅要男的酒厂 遇到销售瓶颈 他总琢磨着 开办一个新产业 可考察很久 都没有适合的项目 有一天 怀孕的旅要男 特别想吃鸭绿江里的鱼 老范接连烧了几种 都不合媳妇胃口 直到吃的这种小鱼干 旅要男总算是心满意足 但他接下来冒出来的话 把老范吓了一跳 我说我想做个厂子来做几块 你说一个连方圆面 加个荷包蛋都做不好的人 怎么能做鱼干 怎么能把这个产品带出来 这就是旅要男吃到的鱼干 生活在鸭绿江一带的渔民 家家户户都会晾晒 当时鱼干作为鸭绿江的特产 很受当地人喜爱 但却没有包装好的产品出售 旅要男断定其中蕴藏商机 2012年刚出月子 就张了起建鱼干场 可是当一切准备救世 旅要男却傻眼了 他接连去了江边几天 竟没有一个渔民愿意卖鱼给他 他这个胖子都扭完了 这样子他那个包根鞋串的 又串的挺阳气 就不像是鱼这样 再走 弄会是 不像 不敢卖给他 不敢卖 我说这鱼叫啥他都不认识 不认识怎么 不认识鱼你还怎么要鱼 对不对 所以说对他印象就是 第一印象不太踏实 就感觉这些人不把我 所以说不愿意跟他做生 当时旅要男投入300多万元 建起了这个占地3000平米的鱼竿场 可却因为收不到鱼迟迟不能开工 吕耀男的资金链全面告急 眼看银行贷款就要到期 他迫不得已卖掉了房子 吕耀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两口子吵架不断 有一次在大吵之后 吕耀男不堪重负 离家出走了 手机啊银行卡一包都在家 当时他走的时候 我还觉得他开玩笑呢 女人嘛 生生气过一会就好了 这把电话留下来 老范不就必须得接手了吗 他必须得接电话呀 我当时就想治他 我要他试试 我一天都在忙什么 吕耀男甩手走了一个月 老范一天都没闲着 每天下班就沿着鸭绿江 开上近百公里山路 见到渔船就上去跟渔民套近乎 拉家长 折腾到深夜才能往家走 那时候一个人开车 因为我们都是山路啊 非常黑道还比较急还窄 其实一个人也挺害怕的 把音乐放到最大声音 就这样开回来了 撞打吧 有一天 老范开着开着车 突然车胎爆了 那次换胎的经历 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老范接连到渔民家 去了一个多月 久而久之 渔民和老范混熟了 也就愿意把刚打上来的鱼 卖给他 直到今天收鱼 依旧是老范的事 不常捉活鱼的吕耀男 抓起鱼来奔手奔脚 你看 你看这边 这只鱼都好 没有抓住鱼啊 鸭鲁江里有上百种鱼 吕耀男收的 就是这里的野生鱼 这你怎么能看出来 这边野生 可刺激了 看不看这个颜色 看不看这个颜色 这要是那什么 这要是那个 养殖的都是黑色的 这都是黑色的 这就是金色的 金色的 近几年 有关部门持续想 鸭鲁江投放鱼苗 渔民一网洒下去 总能收获到很多 不同品种的鱼类 这是什么鱼啊 这虫唇 两个嘴唇 你看我看见 它是两个嘴唇的 就两个 鱼要男最想要的 当属这个鱼 它不会咬我吧 咬你是不太可能的 不咬鱼 但是它就是扎银 可以喝一下吗 勇敢一些 好 扎住 对 这个鱼老扎进了 它哪有刺 这后背 这后背 这刺一扎进去可疼了 我都被它扎过 打捞上来的鱼 被第一时间送回加工厂 连夜加工 为的就是锁住 野生江鱼的鲜美 当时虽然从渔民手里收到了鱼 但数量有限 崔金刚 是鸭鲁江一带屈指可数的野生鱼经销商 老贩找了它很多次 可总是达不成合作 突然有一天 崔金刚突然不请自来 主动把鱼送上了门 感到这个鱼季啊 正好上鱼的时候 鱼量特别大 我的鱼卖不出去 我所谓的我鱼民那打上来的鱼呢 都是我的客户 我也不能就是不要他们的鱼 一般拿上多少 我都得收多少 那天我就消耗不了了 大概能有两千多斤吧 当时两千斤鲜鱼 是鱼竿长三天的加工量 老贩留了一部分 剩下的只能让崔金刚拉走 吕耀南听说后 当即就着急了 我说你这么多鱼 让它卖你上哪去啊 现在就是市场上 如果不是我们加工厂的话 消耗不了这么多鱼 我就给刚刚打电话 我说你赶紧回来 我说这鱼你也不用拉走了 结果我送回来就完事 其实后来我也是听说了 他那些鱼回去也赔了不少钱 吕耀南只加工当天的鲜鱼 那次他损失了三万多块钱 却和崔金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鲜鱼收购量得到保障 2013年 吕耀南靠鸭路江里名贵的大鱼 打开了市场 但却突然生产起一种 他看不上眼的小鱼 我当时特别看不上那种小鱼 因为那种鱼吧 就是费时费工 费时费工 挣钱特别特别少 就是一斤鱼下来 我其实剩下就是几块钱 就是没有利润可图 这就是吕耀南口中 那种看不上的小鱼 被当地人称为沙包鱼 2014年 吕耀南决定 生产这种没有什么利润可图的 沙包鱼 也因此吃尽苦头 刚刚打上来 还没 你看 就这样 就都破肚子了 什么样是破肚子 从肚子开始自己就往外胀 就是自己往外胀 胀的把这个肚子都撑破了 沙包鱼有离水就死的特点 出水一两个小时就开始变质 当时 沙包鱼出鱼之后 最快也要三个小时 才能到达吕耀南的加工厂 吕耀南尝试了 在运输途中加冰等很多种方法 延长沙包鱼的保鲜漆 但是晒出来的鱼 还是臭掉 损失了近十万元 那么吕耀南干嘛要自讨苦吃 做小鱼呢 一条大鱼拿回家 这一次吃吃吃 可不是十来天都吃不完呢 当时吕耀南的大鱼积压 小鱼又生产不出来 一次偶然 他发现当地渔民在小鱼出水后 就地在江边处理 吕耀南尝试之后 果然没再出过问题 如今 吉林长白一带 把鸭鲁江的野生鱼杆 作为特产 馈赠亲朋 吕耀南的鱼杆品种 达到了十多个 他设计了礼盒 把小鱼放在礼盒里 带动大鱼销售 2014年的销售额500多万元 新开发的 及十类鱼杆产品 也即将问世 现在 老饭不仅在事业上 给予吕耀南支持 还分担了更多 照顾家庭的责任 大家看待老饭的眼光 慢慢变得不一样了 那也很满意啊 一说千里挑里 我这万里挑一了都 他下了板 没有事 就帮他聊 跑里跑外 跑上跑下 别人总是看着我 人闲光闲 看不到后面 有多少人在帮我 而老饭就是一个 最大的助理人 我挺感谢他 我觉得在看准 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速度在有 但是我觉得 思考全面了 更重要 整体的研究透透 春夏秋冬四个节气 都过了以后呢 你对这个农业项目的想法 整体就是一个规划 你这个对这个产 就是对这个项目 就研究得更加深入 时间太长 也许你把那个商机 就给错过了 虽然不被看好 但吕耀南夫妻俩 却用事实证明了 他们对的选择 吕耀南头脑灵活 善于发现商机 有经营头脑 她的丈夫老范有韧性 懂得坚持 夫妻合力 事业也就做得越来越大 好的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 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应该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制服金 官方微博微信 获取更多的制服信息 好 广告之后 一起看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一种动物 孤老而神秘 曾经卖到四万多元一条 却把七个女人的发财梦 彻底击碎 在一起了之后 大家都是欠债大富 都是欠债大富 市场价格一落千丈 究竟是什么出其不意的招数 让他们冲出困境 七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一台好戏 破解财富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